DSE 2020 ICT Paper 1A MC第16题 一题答对的百分比例是51% 这条题目是直接比较SSD Drive和HDD 两者的优胜的地方 题目就问下面ABCD 哪一个不是SSD的好处 Nord 留意Nord Advantage 这就是SSD 又薄又轻又省电又快 不过贵一点 这就是传统HDD 重一点 还有它是mechanical的 它要靠这个Disk的转动去read write data 所以它一定会慢一点 左边SSD就是纯粹Electronic 而因为传统HDD都是它转Platus 所以它电真的要用多一点 我们看看哪个不是好处 不是SSD的好处 A用少一点电 这个是好处 所以不是答案 B制造少一点热能 这个很明显是好处 所以是好处也不是答案 C Support Random Access 留意这个有点tricky Random Access即是随机存取 这个是SSD的特性 但这个同时也是HDD的特性 所以这个不是SSD相对HDD的优势或好处 所以这个就是答案 我们再稳定点就是D SSD有high access speed 即是Data传取的速度是高一点的 这个很明显是优势来的 是advantage 所以它也不是答案 所以最好答案 C Support Cat 提及的 算机 C Consort